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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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桃園市大成國中對上我們基隆正兵國中女籃隊的精彩對決 而大成國中女籃隊參加全國籃球的儀祖聯賽冠軍 實力相當的堅強 他們特別來參加我們基隆一姓碑顯示一姓碑在全國籃球賽事當中相當受到歡迎 特別而到基隆與各隊切錯球技 因為我們基隆維新是成立在清宣統三年 那清宣統三年是西苑的1911年 那這樣算起來的話我們是過逐歲的話是110週年 所以今年就是我們的110週年的社慶 那我們在100年的時候我們也辦過很大規模的高中甲級的HBL籃球賽 那這一次呢剛好疫情的關係一直在掙扎 最後呢在學校還有我們教育處處長的大力的全力支持之下呢 我們得以順利的來舉辦這個球賽 這個基隆一姓碑籃球賽傳統除了要提升球技之外 還要推動生活禮貌 對於同學們有潛移默化的功能 讓外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當然呢一姓碑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希望非常重視我們選手的一個素食和素養 所以每次活動辦完以後整個場地都是非常的清潔乾淨 不會讓學校或者是我們租界的場地有任何的一個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希望我們今年的今天參加的所有的選手 一樣支持這樣的精神 讓我們的一姓碑有序發展 大概是一個禮貌嘛就是運動精神 就是比賽完了謝謝裁判因為裁判很辛苦 那謝謝對方教練 因為對方教練帶球隊來跟你比賽 那還有就是基督塔要幫你做那些事情 百年老店的基隆一姓合作社舉辦籃球賽 除了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 提倡正當的運動風氣 也讓同學們從小潛移默化 重視禮貌提高素質 可以說是一舉數得 記者黃日生 採訪報導